游戏主角开局就被打成残血 躺在地上慢慢等死 那接下来让玩家怎么玩 好在有善良的路人发现可怜的约翰 只能说约翰真是够可怜的 不管是一代游戏还是二代游戏 都是以伤残的画面出现在玩家面前 要知道上一秒约翰还准备说服毕业 没想到最后自己却被挨了一枪 昔日的帮派兄弟为何最后反目成仇 让我们回到游戏的开始 时间回到1911年的黑水镇 只见约翰在人群中从一辆游轮上缓缓走下 然而他的身边还有两人同行 没错他们就是平和顿侦探的手下 这两人的目的就是把约翰送上前往求一阵的火车 为何要让约翰孤身一人前往求一阵 在这里就要提到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叶尔 此时的他已经不是那个只会突兀营地捐款的帮派小混混 随着二代游戏最后帮派的散火 他在一个名叫布商宝的废弃堡垒上称王称宝 集结了不少亡命之头为他卖命 约翰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让比尔放下土刀 还说比尔就像他的亲哥哥一样 可此时的比尔已经自立山头 看着约翰一人站在门外就像是一个要饭的 怎么可能会听进去约翰所说的话 还嘲笑约翰一点能耐都没有 既然谈判失败 约翰就准备使用武力 对于这种一打三的场面 约翰是在逼得 可结果却啪啪打脸 这一幕属实并不意外 毕竟十年过去了 约翰的枪法还是如此拉垮 约翰本以为自己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可是他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 那就是邦尼麦克法兰小姐 一位牧场主的千金 当约翰得知邦尼小姐为了求她花费15美元后 约翰并没有领清 面对约翰的回答 邦尼疑惑不解 孤身一人前去单挑整个帮派 目的就是为了寻死 就连傻子听了也不会相信 于是约翰就告诉他 人以为可以用言语来打动比尔 明显他小瞧了比尔现在的实力 还吐槽比尔是一个十足的蠢货 但在邦尼眼里 约翰也不聪明 毕竟找死的傻子 他还是第一次见 经过简短的聊天介绍后 约翰准备暂时留在牧场养伤 同时给邦尼打工 偿还15美元的医药费 要知道当时15美元可不是小数目 于是邦尼就带着约翰 大致介绍了一下牧场的整个情况 在邦尼的介绍下 约翰得知 想要彻底经营好一个牧场 并非一时 特别是在晚上经常会有意外发生 等到天黑之时 邦尼给了约翰一把卡兵连发补枪 果然不出所料 夜晚的牧场并不安宁 前有兔子在菜地乱打动 后有野狼来机卷突击 但这些小事对于约翰来说都轻而易举 约翰精准的签化得到邦尼的认可 他也确信自己当时并没有救错人 可是对于约翰来说 想要彻底解决别的这个隐患 还需要从长记忆